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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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今日VIP 继续和崇哥谈谈 当然是讲戏 不过是音乐剧 崇哥有一件事真的要问你 就是为何这个音乐剧 你自己不参与一份呢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 不甜才不参与 不是吧 还需要问 真的不甜 第一 你管幕后已经 譬如我的副导演说 你不可以做 他知道 为何呢 你怎会兼顾那么多 你要看着演员如何 然后你在里面 你不行 第二 真的不行 因为你要唱歌 你要跳舞 你不是一般演戏 你学了三年 我才记得 三年 我不是在练声 练声 总之就是不行 尤其是现在作了一些歌 有些很高音 真的唱不到 有一些键可以走 不可以的 不同的 你降下来 有些合唱 整个气氛不同 我的选择是对的 是他的选择 听你这么说 其实一开始你只是想 答应了神父统筹这件事 但后来慢慢参与程度 他不是统筹 他叫我做导演 导演 参与程度越来越多 是的 为什么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就慢慢 神推我 我原本想找曹承轩 帮我做艺术总监 我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艺术总监 他说 我不是艺术总监 你才是艺术总监 我说我艺术总监 我不懂 他说你现在做所有东西 都是艺术总监做的东西 我只可以是一个舞蹈总监 我所有东西都要问你 所以就统筹了 我连艺术总监 我都不知道 你想想 那你剧本 剧本我都参与了 我有参与的 一直都有参与的 演员方面 刚才说到 王智轩 因为你的合作 三年之后 今次的约会 安排了 另外一位女主角呢 另外一位女主角就是 陈恵儿 是的 Kid 大家都很想他 我原本试过找文女 文女说 我不行 她说 我唱歌都勉强 我跳舞完全不行 她跟我说 为什么你不找陈恵儿呢 叮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我说 我有想找他 你想不想找他 我跟他很熟 所以他就弹了陈恵儿给我 但有时候 我就立刻寄剧本给他看 看了之后 我就约了时间 我飞过去跟他谈 我们谈了七个小时 就是我早上去晚上一回来 我讲个故事 讲我们的来龙去墨 注意之类 他就讲他的 第一他喜欢他的角色 他喜欢他的剧本 而且他是基督教的 他也是最近才回到基督教的 然后他就有一个 mission 以前不是很参加这些宗教性的演出 他说他不够专业 他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感觉 这个剧的幕后已经很专业 你还有什么藉口推呢 他自己会觉得这样 所以他就答应我 你们彩排 对啊 唯独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趣事 没有啊 我们很认真 所以我就是说 崇哥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崇哥那些人 其实很认真 我平时在化妆间见到你 其实我是有点害臭 不敢跟你打致 因为你通常都在对戏 很专心在化妆 所以我有时都觉得 我专注的 是的 很专心 这次这个剧 会不会是因为你 这个剧 我这么听 最大的得着 我遇到一个导演叫王俊达 嗯 我们的监制等了他半年 等了他半年 因为他在法国 嗯 他在法国呢 他就学形体学的 学剧场的 嗯 所以就等到他回来之后 来跟我见面 我们谈了一次 谈了一次之后 大家有点感觉 我就觉得 嗯 这个人会帮到我 他要见到我一次 不是我interview的 是他interview的 他要见到我一次 他要见到你一次 是的 就是他要觉得 你第一 有没有诚意 嗯 第二 是不是太个商业 因为他不在香港 做什么 所以他要看你是否很商业 就是那些 而劉斯决定帮你 嗯 接着他就飞回法国了 嗯 他真的帮到很多了 嗯 在这个戏里面呢 他在那个 就是场面 那个 就是在舞台上 有调动 调动的空间 就是 我就边学 就边做 所以啊 明说 你做完这个戏之后 等于你读了四年大学 他说 因为你什么都要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突然是昇华了 不是不知道 不是昇华 总之你 你是要做的 是 我的好处就是 我是很专注的 是 就是你叫我又拍戏又兼 我不行的 嗯 就是我做一件事 我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这样 所以又是了 这个问题 我就想 和一些观众 问了 崇哥 你为了筹备这个 音乐剧 用了几年的时间 未来又说会有巡回演出 那 如果你这么专注的话 你又不再拍剧集 电影 那我们 就是 观众就没有什么机会 在荧幕上面看到你 我呢 我两年多前 我就决定不拍戏 就做这个剧集 是啊 那真是 幸好我不接 接就真的 这个戏都搞不定 现在 现在都 都 都会吃力的 不够睡都不够时间用 是啊 真的很多事情要做 还有很多事情要兼顾 那之后 是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做过 是 巡回怎么 我不知道 那外面 有人邀请我们 那就是 澳门 因为我们 跟那边谈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想 在牌坊那里做 就是老天做 那究竟会是 进行成什么呢 他们那边 就答应我们 但是什么时候做呢 那 做的时候 会是什么呢 我们 会不会 会把整个 这么大型的歌舞剧 缩小一点去tour 就是很多事情 所以我将来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就是做还是不做 我不知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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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以这件事为主 好像这几年 我一定要服侍这个戏 那么 服侍完这个戏 有没有多余时间 或者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 变成了一个团体 一起去推动这件事 就是这样 总之现在 只是专注了 在这个音乐剧里面 其他事情 就等上去安排 有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安排的 就是健康 身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崇哥本身就是很低调 我基本上 上网看你的新闻 是绝对 不多的 不是不多 就是说 你本身是没有什么其他 的健保 或者是私人生活 不多的 因为你比较低调 但是你平时 是不是很注重健康 整天作息定时 做活运动 令到自己 依然是这样 但是我就 譬如我做这个戏 我们由早上排到 下去黄昏 我排完戏之后 我一定回家 就是我不敢有什么活动 你平时是不是真的好 这么多年来 都很少认酬 人在江湖 就是你尽量 尽量 尽量 真的很难 有些 有时候你不去不行 有时候你真的有些 很珍贵的演出 你是要看的 我这两年的时间 我就多看了很多演出 因为你要入料 你要充实自己 所以我就 给了很多时间 做这些事情 就是 而且我们的慈善团体 我们要去囚钱 我们要通宿 要求别人捐钱 给我们 就是这样 所以就多了很多应酬 人家捐钱给你 请你吃一餐饭 你都要去吧 都要和人见面 你不去就不行 就是类似 所以我这两年 做多了很多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要去圣堂 买票 那又会拍照 那些教友跟你拍照 那你不拍就不行 我都说了 我这段时间 买票拍的相片 是十五六年拍的相片 的总和 所以现在上网找你的相片 多了很多了 因为多了应酬 总之他们是在买票的相片 不 他们是私人拍的 ok ok 就是我想和人拍照那些 然后跟着就是 这段时间的宣传 你知道我最怕宣传 所以我最头痛这件事 但我要面对这件事 有没有办法 就是我都要做 虽然是这样 时间差不多了 崇哥 专注在这个音乐剧之外 真的留点时间 给我们电视 或者电影的观众 做一些幕前的工作给我们 做演员 什么时候 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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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对 谢谢崇哥 拜拜 拜拜 和崇哥做完这个访问之后 就知道崇哥这段时间 都会很忙 但是你也听到 刚才我问崇哥 你什么时候会拍剧集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跟你合作 可以在你身上 学多一点 崇哥 你什么时候拍剧 我等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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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